哈囉大家好我是Sky 這次我要來跟大家分享開箱全新的GoPro HERO10 這次的Hero10搭載了全新的晶片GP2 這個全新搭載的GP2晶片 所有可以讓GoPro HERO10 的處理速度更快 而且在操作介面上也會更流暢 在各項的功能也因為這個晶片而有大幅的提升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用Hero10還有Hero9的比較畫面 然後在動態錄影上面其實擁有更高的幀數可以做選擇 我們可以使用到5.3K 60fps 然後還有4K 120fps 甚至可以到2.7K 240fps 這也反映說2.7K已經可以來到8倍的慢速度 而且這次Hero10把Super Photo的技術應用在動態錄影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不管Hero10在顏色還是成像上面 都有很大的進步喔 我這次帶Hero10下去綠島的玩水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水下畫面 我用Hero10拍攝的 而且它把暗部跟亮部的調整得非常好 所以這個細緻度其實遠遠勝於Hero9 Hero10的Hyper Smooth也進化到4.0了喔 這次穩定效果的進化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最常使用的Y的視野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Hero10的穩定效果其實比Hero9再好一點點 好不給大家看 Hero10的水平鎖定 那這次時代的Hyper Smooth 4.0最明顯的進步 其實是在水平鎖定的視野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Hero9跟Hero10的比較 我們開啟Hero10的水平鎖定 那這個穩定效果的提升呢 從我們Hero9的旋轉範圍27度 到現在Hero10的旋轉範圍45度 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提升 但是這個效果只適用在 4K 60fps跟2.7K 120 還有1080p 120fps喔 好 那照片上也因為GP2的處理器的關係 我們的Super Photo的照片其實處理的速度更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Hero10跟Hero9的比較速度 就可以看到 這有非常明顯的差異了吧 另外大家可以去特別去嘗試一下 就是GoPro Hero10的夜間縮時拍照 以往我在使用GoPro Hero9的時候 或是前幾代的時候 我的ISO最高只會開到800 所以這次我把ISO開到1600 然後在綠島去拍攝 銀河 所以這樣的低光表現 反而讓我可以更容易去拍到我要的銀河縮時照片喔 那這次GoPro Hero10的外型呢 其實跟我們的Hero9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唯一區分的差別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Logo 是呈現藍色的 還有我們的10的標誌 它也是藍色的 所以有Hero9的玩家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買Hero10的話 你可以沿用Hero9的電池或防水殼 甚至媒體模組 還有Max Lens 都是可以共用的喔 不過Hero10的外型呢 其實有一個非常棒的改革 也就是它的這個 保護蓋 這個最新的功能呢 就是增加了保護蓋 不流水滴的一個效果 也就是說大家下水去玩水的時候 不用再擔心說上面會有水滴留在我們的鏡頭上面 而且回去的話還會去看到這些 畫面上面都有水滴剛好在正中間 然後自己要拍的畫面全部都糊掉了 所以這一項的改善呢 其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這次GoPro呢 也做了一個非常貼心的調整 就是我們常常在 下水的時候想要做一些 設定的調整 通常我們會先按左邊的側邊鈕 再按上面這個鈕 就會進行到一個 選單的切換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去選擇 我們想要的設定值 想要的模式 那以往的Hero 9呢 其實在這個螢幕上面都不會顯示說 你當初所設定的設定值 所以這次Hero 10呢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說 這些的設定值 不過還是想要建議GoPro說 如果在下一次的改革上面 如果它可以在前面的螢幕 然後就可以直接看到設定值 這樣子是更方便的 還有啊下水的時候 如果我們想要看我們拍攝的畫面 我們都沒辦法按 回放的功能 因為在水下沒辦法去做觸控 所以我也真心推薦GoPro 如果在下一次的改革啊 我們可以直接用 旁邊的按鈕 直接切換到 回放的功能 那不然每次我都要上按才可以看到說 我拍的畫面 是不是我想要的 是的確有一點麻煩啦 那怎樣的人建議去購買Hero 10呢 那今天如果你是Hero 7還有Hero 8的玩家呢 你今天如果想要升級你的GoPro的話 我會非常建議你就直接買10吧 那如果是Hero 9的玩家呢 你就可以思考一下說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高格的幀數 或是這麼強的拍攝設定值 如果你不需要的話 你也可以等到下一代喔 OK 那如果大家有更多想要問Hero 10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我會盡快回覆你們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